大家好,这里是Peter哈语 我是郭老师 关注我,不迷路 今天我们继续练词250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生词 第一个生词是陈列 陈列的意思是把东西摆出来 让大家参观 是陈列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使用 博物馆陈列的展品都是无价之宝 会议室里陈列着公司几年来的产品 第二个生词 陈述 陈述的意思是说 但是怎么说呢? 是有条有理的说出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使用 原告正在陈述事实 面试开始前,请做一下个人陈述 第三个生词 第三个生词 衬托 衬托的意思是为了突出某一个事物 而用另外的事物放在旁边 做一个对比或者是对照 这样的时候使原来我们要表现的这个事物呢 更突出 比如说 我觉得这个苹果呢 红 但是怎么能衬托出它红呢? 我在旁边放一个比它浅一点红色的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时候一对比这个呢 就衬托出来 它是特别红的 或者说这边是红花 我们用绿叶 这样一衬托 这朵红花就非常非常漂亮 这种方式就是动词 衬托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使用 红花在绿叶的衬托下 娇艳无比 这件衣服把小姑娘衬托得很美 第四个生词 衬心如意 这是一个成语 衬动词 心动兵 然后如也是一个动词 意是一个名词 又是一个动兵 所以它是一个动兵联合结构的成语 那么心和意放在一起就是心意 衬是适合 如是像 所以衬心如意就是像他希望的那样的发展 这个事情让他非常满足 所以衬心如意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使用 我这几年过得称心如意 祝您在新的一年里称心如意 第五个生词 称号 称号是给某一种事物或者是个人或者是单位一个名称 为什么要给这个名称 是为了表扬他或者是称赞他 所以称号是一个包语词 意思是好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使用 他获得了最佳起手的称号 这一称号是大家对你的认可 第六个生词 成本 成本是一个名词 那么这个成本呢 是我们在生产一样东西的时候 或者一个产品 我需要的所有费用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件衣服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材料 人工还有什么电费啊水费啊什么的 这些算在一起是这件衣服的成本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使用 降低成本不代表降低质量 高成本不一定带来高收益 第七个生词 成交 成交是一个动词 这个是指的交易 成功 成交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使用 这笔生意顺利成交了 今年二月的成交量高于去年 第八个生词 成天 成天的意思就是整天 但是成天和整天我们怎么区别呢 成天是副词 整天是名词 这样就容易区别了 对吧 成天我们的前面不可以用数量词 而整天是可以的 我们说他一整天没睡觉 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一成天没睡觉 对吧 他休息了两个整天 这是名词 明白了 成天和整天 磁性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使用 这人 这人成天除了吃 就是睡 他不工作 成天晃来晃去 第九个生词 成效 这个成效的意思就是效果 功效 名词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使用 尽管努力了 可成效还是不显著 他发现自己瘦了 运动 见成效了 最后一个生词 成心 成心的意思呢 就是故意 他们都是形容词 但是我们在使用 或者是说你在翻译成英语 或者翻译成其他语言 韩国语吧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呢 会把它翻译成副词的这种形式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成心这个词 在汉语中 它是形容词 要注意这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使用 你这么做 就是成心的 你不是成心气我吗 对吧 成心和故意 在做状语的时候 我们翻译成英语 或者是韩国语 这个时候 我们一般把它翻译成副词形 但是在汉语中 它是形容词 那么我们的成心和故意 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成心 我们在口语中 使用的比较多 故意 你在口语中和 书面语中 都是可以使用的 成心在书面语中 一般我们是不使用的 这就是成心和故意的区别 好 我们今天的链词2500 到这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辛苦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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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